广东坚持制造业立省 持续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通过创新不断培育壮大战略性产业集群 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 不久前 深圳这家锂电池公司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 与当地一家产业链下游企业达成长期合作协议 把链主企业跟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精准的匹配 可以通过一对一 一对多的形式 让企业之间能够进行深度的交流 企业的粘合度越来越高 稳链强链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广东深入开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专项行动 围绕链主企业通过设立展销中心 组织上下游产业链对接会等 促进链主企业和本区域企业深度合作 壮大培育战略性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集群 如今在深圳 依托华为 比亚迪 麦瑞等一批 带动能力强的链主企业 当地在网络通信 智能中端 新能源汽车 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 初步形成了完备的国产化产业链条 深圳市保安区的这间无尘车间里 工作人员正在对自主研发的 非秒激光器进行测试 目前这家公司已有22件发明专利 35件实用新型专利 研发投入占到我们的整个销售的10%以上 尤其是像今年第一季度 已经累计投入500万以上了 占到我们的销售额的12.5%了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 是一个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支撑 企业 科研院所 高校等 各类创新主体自愿组织握指成全 共同突破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 目前广东已拥有4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达40家 涵盖15个地市 17个战略性产业集群 今年一季度 广东全省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 实现增加值约1.14万亿元 占GDP比重近4成 广东省计划到2035年 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70%左右 制造业综合实力达到先进水平